嗨 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来 五一劳动节要来的 到底劳工假期以及规划旅游的你 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吗 我想最近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大家再来一个台风那就麻烦了 现在在菲律宾的外海还有太平洋的外海 都已经开始有两个低气压开始在形成 这两天大家会觉得很闷热了 好 那我们看到对我们台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之前我一直在觉得我们如果这样受到不断的冲击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台风的行程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吗 我们看一下 南海星台孔深层往台湾南边进行 它行径的模式路径图曝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个的气象专家指出南海有新台风生成的可能 相关路径还要观察 那根据欧洲细极模式的预测 气象专家贾欣欣指出南海可能有台风 现在看起来走的方向有对着台湾南边 台风会如果走特别要注意了 我们需要加强注意了 因为如果这个台风到来的话 要留意29号到30号南海热带性地气压的发展趋势和动态 观察5月2号到4号的天气受其影响的程度 好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太阴化季台风肯定会生成 这个月太阳化季 所有的阳流气流都在强烈的变化 你知道我们嘉义地区台南地区下了多大的冰雹 然后那个什么刮棚全部被它打烂了 你知道吗 真个 农笋很多 农笋非常多 对 海军塌下 对 那个云层整个天塌下来 好像天上来的海啸一样 那个冰雹是比我拳头还要大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太阳化季跟太阴化季 必然会有很多的台风的生成 不要掉以轻心 来 接下来 暴跌10度 梅雨横扫全台 这区最猛 台风孔生成接近台湾 来 看看没有 这是台湾 好 那这个居红色的地方 就是橙色的警戒 橙色警戒 那红色的灯号跟黄色的灯号 来 没有 我们这里面没有黄色的灯号 只有橙色警戒 所以呢 这是高温资讯 那包括台风生成的一个 可能会冲击在南台湾的情况 那当然菲律宾 菲律宾也接近我们嘛 那可能呢 如果从冲击南台湾过去的话 香港就要倒霉 广州也要倒霉 都要倒霉了 大家应该也清楚 那如果从中部登陆的话 那如果他来到这边 他不转向 直接冲击的话 中国大陆又要倒霉了 好 那我们来看香港跟中国大陆会倒霉吗 肯定也会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两阶段变天降10度时间 台风恐生成影响台湾 周三周五有周日水气会争斗 有局部阵雨或雷雨 周三高温从33降到28度降温5度 周日东北的封南下台北湾转凉 北台湾啦 北台湾转凉 那19度到23度大概降温会10度左右 降温固然是好事啦 但是呢 其实如果是台风来就不是好事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接着下来就是 我们要谈的是五月份 那五月的话 我们刚才有讲一个日子 那是五月二号 五月二号到四号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五月二号到四号 五月二号是乙保日 我觉得五月二号的乙保日呢 其实这个月 农历四月就是乙保月 那乙保月呢 保的入存呢 刚好是乙的入存啦 刚好月令的入存在保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五月二号应该不太会 那五月三号的秉承呢 就不一定喔 来五月三号的秉承 我觉得它入侵会改变 如果是秉承日三号四号丁四日 还有呢四号初五的午五日 我觉得刚好立下那一天是午五日 所以呢我觉得它不是二月 五月的二号到四号 而是三号到五号 三四五 它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那二号可能就是呢 有强降雨啦 或者有一些周边的一些台风的气流影响 这也要特别小心 如果强降雨如果在中南部 南部跟东部发生的话 就是要注意土石流 因为太阴化季跟土石流有关系 太阴化季跟土地冲刷有关系 那个地啊恐怕呢 如果强降雨或者是 像冰雹一直不停的下 那个你知道嘉宾那天下 跟台南下的雨有多恐怖啊 一下子而已喔 那个地面的坑坑巴巴 好像陨石吊落地面一样 台南还之前还有一次是好天气 变成一个大坑 然后气色就掉下去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喔 因为它冲刷的是下面的 不是上面而已 你知道吗 如果雨量很大 雨势很强 加上呢 你知道那个土地松软的话 整个就冲刷下面 那以前呢 我们都知道呢 有很多地下寒冬嘛 那所以呢 这些地下寒冬因为九年失修 不过我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政府 想到这里真的要呼吁我们政府啊 水沟啊 大红沟啊 赶快清一清吧 要不然的话 台风一来真的大家都嚇死 又是像拔旗水宅那样 那还得了 记得 拔旗水宅好可怕 淹三层楼高 台北市的民权东路淹两层楼高 三重淹三层楼高 看可不可怕 盧州也是喔 几乎没有一处幸免啊 全台湾 所以呢要呼吁我们的政府 还有呼吁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市政单位 台北市啊 新北市啊 八八水宅的八七水宅是早期没出生啊 你还没出生啊 你才二十几岁吧 八七水宅好可怕你知道吗 像那个时候的水灾真的很恐怖 那所以呢真的是满目疮痍啊 真惨 你知道那个光是修复期喔 两个月没有办法修复 店家全部完蛋了 你知道那个店家的店面啊 什么东西都泡汤 然后还有人喔 因为那个电线杆掉下来水很深 不知道射水而过就被电死 好几次大雨都是这样子 对台风 最主要是台风会把电线杆吹落 然后呢电线杆吹落 不是电线杆 不是电线杆 电线杆吹倒 然后呢不是上面的电线被吹掉下来 对断裂嘛 掉下来 然后到水里面很多人不知道 就这样射水而过就这样电死 所以呢我要提醒民众喔 如果万一有这种情况的话 请你不要射水而过喔 因为你看到那个电线的时候呢 掉下来 那全部都是电油 所以呢就被电死 要特别注意喔 那我想呢在这几天 刚好呢 5月5号是立下 那立下是另外换一个节气 那我先讲一下 5月份呢到太阴化季月呢 其实跟房地产土地都有关联 你看喔最近的天象变化非常严重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喔 台风孔生成影响台湾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新欧美加模式持续模 周四跟周三 4月8号到5月4号 好这几天的话呢 在南海有热带扰动发展 然后有机会成为台风 那并向东北缓慢回转的趋势 回转的角度对台湾天气影响有密切关联 其中欧洲模式模拟可能接近台湾的东南部 刚才我讲过的东南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1 这是哪里啊 这是1 这是2 然后这是两个 有两个喔 对 那台湾在这里看到了没有 台湾在这边 所以呢如果它形成这样的模式的话 台湾东南部绝对会受到很重大的影响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气候变迁非常严重 那气候变迁非常严重的同时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喔 它最主要是暴雨 暴雨 暴雨就会冲断那个 就会变土石流 然后呢 桥梁道路就会被冲毁 那还有住在海边的那些渔船啊 还有山区的百姓呢 要特别小心喔 台风一来喔 很大的浪喔 会把渔船喔 没有绑好的话 就会被冲掉了 所以 请渔民们 还有呢 你们要出海捕虑的朋友喔 在这几天要特别小心 好 从5月的2号 3号 4号 5号 这几天要特别小心喔 万一有台风接近的时候 请不要去看 那个冲浪的好不好 拜托我 看到很多人喔 其实喔 这个要纵划 你知道 一个人 去看那个 下大雨的时候 台风来的时候 去海岸边看什么 然后去海岸边看什么 你有什么好看的 我想问你啊 对不对 你命都不要 那别人要盲成一团啊 还要去爬山的更狠 你知道山区多难走啊 就要动用多少人啊 我觉得政府要重新做规范喔 真的我不是说喔 要大家花钱 但是我觉得这太不理 太不理智了 你一个人的不理智喔 造成大家喔 忙乱不堪啦 对不对 你想看他救援 出动多少人 光是上山去找一个人 最起码 二十个三十个人 才能够救下来 还要担架 还要背着很多东西 天啊 拜托大家喔 请大家真的务必要小心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 我是好业喔 你们不要说哎呦 你干涉太多 不是 讲句真的 今天呢 换着我们家人去山上 换着我们的家人去海边 万一被冲刷了 你觉得呢 是不是很麻烦 是不是超级麻烦的事情 那回得来还好 回不来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气象专家已经讲了 这个是橙色灯号的警戒 整个都是橙色灯号的警戒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呢 往南 台湾的南边行径模式呢 我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整个的台风的生成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台风一起来 阴阳 你知道 因为 从农历的三月是太阳化剂加太阴化剂 通常太阳化剂太阴化剂都是造成气象的问题 造成土石流 还有呢 暴雨 你看连冰暴都下来了 然后呢 还会造成呢 就是人车轮船的安全 希望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 不只轮船啦 应该是说所有的船只 尤其是小船只要补鱼的船只要特别注意 好不好 因为呢 台风一来的话真的很麻烦 那希望我们的 对 还有要告诉一下大家 5月1号呢 台铁不加班了 所以呢 你们不要想说 我要去旅游 最好不要好不好 万一呢 又有风又有雨 然后又加上疫情 那就是什么 父辈受敌啊 三头烧啊 不是两头烧啊 请大家爱惜生命啊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国安危机了 真恐怖 小孩子呢 骑车骑超快 然后呢 都不要命的 然后呢 撞死成一堆的一大堆 每天几乎都有 好 疫情没有死那么多人 结果呢 开车族 骑车族 撞成稀烂的一大堆 然后头破血流 死了就算了 不死呢 害死全家人 你知道 变成白痴 脑残 不是 气死人 真的 好小孩乖一点啊 你们年轻人啊 真的乖一点啊 爸爸妈告诫你们的孩子吧 好不好 真的 搞得全家乌烟瘴气 真的不太好 希望大家好好的 爱惜生命 好 那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 希望大家注意台风的生成 我们还是要做好 还有你们 算是我提过 还好没有来 来了 那你们 也很多酸民 很可爱 这些 那你预言不准 不准不是好吗 我只是提示大家好不好 预言不准不是更好 你看我每次预言地震就来 然后每次预言台风就来 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呢 多可怕的事情啊 对 然后预言疫情 大爆发 你看就果真大爆发 我4月10号 预言大爆发 看有没有大爆发 今天超过6000人 我告诉各位 最少6500人左右 好 你们希望这样吗 好 当然我 我不能往脸上贴金 我只希望好好的提示大家 OK 好 全能是好意 大家乖一点啊 不要乱跑 谢谢大家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李海洋 好 谢谢大家 对韩老师呢 上十年来的支持 我在YouTube频道里面呢 开辟了一个会员专区 你们呢 要赶快加入哦 有很多 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自己呢 未来人生有坎途大道的 这些资讯呢 都会给大家 当然包括命理教学咯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来就是请大家赶快加入 赶快加入 加入以后 你的人生就会有光明大道 财富满满 人际关系和谐 家庭也很幸福 健康更好咯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的会员频道 好 加入频道会员的方法呢 进入老师的任何影片以内呢 然后呢 非iPhone手机安卓的话呢 点选订阅按钮旁的 加入两个字 按一下 然后点蓝色加入按钮再点一下 然后选择呢 继续再按一下 付款方式呢 选择使用呢 这个的支付方式呢 就完成了 好 你们每个月只要付出一点小小的金额 知识海洋老师 就会帮你带来人生的康庄大道哦 好 如果你使用是iPhone或者iPad的手机的话 或电脑的时候呢 请于浏览器进入YouTube 然后YouTube以后 订阅按钮加加入蓝字 然后再按蓝色加入的按钮 另外呢 点购买使用信用卡支付 这个频道呢 是专属会员 所以呢 也希望呢 我们所有的全球粉丝呢 继续支持海洋老师 这五年来 海洋老师呢 努力于YouTube的制作 我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团队的成员 也感谢所有的全球的粉丝 希望赶快哦 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个会员专区绝对带来 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效益 所以呢 对个人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想学命理吗 不要忘记 在这个时候加入 是最明智之举 谢谢大家